民众出国买东西的时候 这个入境时候的免税额度 现在渴望来拉高了 现在民众出国入境的时候 这个免税金额现行额度 是每个人两万块钱 不过外界认为 这两万块钱的免税门槛 应该很容易超过吧 额度应该要调整 对此财政部现在正在眼里当中 要将这个自用行李物品的免税额度 调高来到三万到四万块钱 跟日本相近 至于上路的时程 将会由财政部在年底之前 来进行部会的确定之后 预定最快是在明年来实施